阳光刺眼 民众拉起窗帘遮挡光线 家里安装的窗帘外表看似干净 其实隐藏病菌危机 要洗过会比较好 有时候像小孩子在家会有咳嗽 还是什么 那都是塵蚝引起的 半年洗一次吧 多数人以为窗帘不常触碰 在家存在感低 但医师指出窗帘媳妇肉眼 看不到的病菌 包括灰尘 皮屑 花粉和塵蚝 站在窗边缝一吹 可能严重过敏 透过显微镜看到窗帘上 媳妇的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肺炎烈球菌等等 不止如此 呼吸道咳嗽的病毒 也会悬浮在上头 例如流感冠状病毒 成为病毒的温床 一时建议 假使忘了多久没清洁 务必得尽快洗干净 不过窗帘又该如何清洗 窗帘里面是不是有这个钩子 先拆下窗帘 最顶端的钩子通通往内卷 再拿橡皮筋或发圈 竖起来 直接丢洗衣机 不需把钩子一个个拆下 准备一个绳子 把它在所有的环里面 给它穿过来 还有这种窗帘 找来一条绳子 穿过上方所有的圈圈 再绑紧固定好 下方也扎起来 最后丢进滚通洗衣机 蒸汽晕烫机 把它直接打到蒸汽的模式上 也有免拆除的方法 使用运斗 透过蒸汽清洁灰尘和尘蚂 让热气往上飘散 几个妙招 在家也能轻松起窗帘 记者连元兵王百英 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 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总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